歡迎收看倫斯坦 又到了小燕市堂 想吃的我最高級 今天要講吃到宵夜 我真是有幾十年的經驗 真的 但是呢 吃宵夜真的會胖 勸大家真的不要吃宵夜 我是夜夜帶了 吃完了以後 怎麼今天又吃這麼多這樣 今天是 明天再說啦 明天再說啦 明天再說 看會 但是我在12點半 11點半 洗完澡的時候 馬上胃就開了 我跟你講 真的很奇怪 我明明吃得很飽回家 你看 而且很奇怪 這個好像 我已經實驗過很多次 那我就把晚飯吃飽一點 吃火鍋 吃什麼 然後覺得今天一定不會吃宵夜了 好 結果 結果 洗完澡 然後坐一坐 在那裡 缺少點什麼 有點味道 有些東西 泡麵也不錯 口水在分泌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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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宵夜有一種是 吃完了以後 真的就睡著 是一種慾望 滿足 滿足 一邊吃 一邊看影集 還會暖暖的 會暖暖的 睡覺好舒服喔 那個感覺 好舒服喔 如果沒有吃睡的時候 一直夢到炸雞 好不好 我都想要不要睡 各位 請注意 我們現場 除了我以外 她都是非常瘦的 但是她們都是吃宵夜 但是不要被她們騙 她們吃完馬上去運動 就要看看我 就不要再吃宵夜 好 好 陳思璇 你好… 陳迪道夫 你多久才吃一吃宵夜 你的身材是 模特兒怎麼可以吃宵夜呢 對 其實吃宵夜對模特兒來說 真的是完全不行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有一個座右鳴就是 我寧願 有道理對不對 好 丫頭妳冷嗎 沒有 因為我今天上主題來的 今天我是丫頭一 而且我就說 丫頭一哥 你冷嗎 對 今天超熱的 對 今天超熱的 太想吃了 所以丫頭妳常吃宵夜嗎 我超愛吃宵夜 而且我是很常 因為我家附近 有一家24小時的火鍋店 所以我很常可能4點 凌晨4點去吃 吃到天亮回家 然後洗澡睡覺 好 各位 以上都要寫的有愛健康 真的 我怕吃宵夜 我都餓到受不了 而且因為它吃到飽的 太划算了 所以一定要去吃 好 各位 吃到飽雖然划算 對身體是不划算 你看我一直要做那個景語的 真的嗎 很怕大家要誤醒 很怕大家聽完我們就去吃宵夜 陳德烈呢 我也非常愛吃 因為我家也是地方吃的東西很多 有那種熱炒一擺 有那種串燒的 還有米粉湯的 還有那種燒餅油條的 好多喔 沒有 燒餅油條 雖然是早餐的食物 但在晚上吃真的 也好好吃 再來一碗鹹豆漿 就這樣看 你都給它舒適啦 晚上好睡 對 好睡 很好睡 暖暖的豆漿喝起來 真的很讚 對 好 這個你也常愛吃對不對 我也愛吃 運動 我吃完還是會運動 消化一下我會去運動 會呢 大根呢 我超愛吃 而且我是學生 然後很多同學會介紹說 哪邊有隱藏的宵夜美食 比方說四嶺夜市中間有沒有 他就是夜市要全測的時候 他才會偷偷開一間熱炒店 炒 那個叫炒羊肉 沙茶炒羊肉 好多人喔 然後常去吃之後 我昨天晚上又去吃一家人家 推薦我在延平北路上面的一個 阿姨開的熱炒店 他燙心菜才20塊 好便宜喔 對 然後我都賣20塊 然後我就去點 我說阿姨這條魚多少錢 然後這條很大一條黃魚 唐豬黃魚200塊 很大一條 然後我就摘一桌 成本就不止了 對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PO上網 然後馬上被大家罵 他說半夜PO這種東西 上網吃飯飯 陳大雅姐是 你聽起來是很晚睡 很早睡的人 很早睡 我是說快早睡 所以我每次都會在那邊 跟自己掙扎猶豫 到底要不要吃 要不要吃 然後中間就過了三個小時 最後就想說 好 買早餐 有時候吃樓下的美兒美 有時候又吃飯糰加蛋 然後就是附近有什麼 我都吃遍 年輕就是會吃完了以後 都好像沒事一樣 對 真的 我有翻開我年輕的照片 也吃宵夜啊 又很瘦 可是真的是 你真會講話啊 我是不太相信的 今天我們要介紹幾位藝人 他們自己覺得吃了這麼多宵夜 覺得最好吃 各位 今天看完我們節目 你不一定要去吃宵夜喔 太久了 好 來 來 詩協先介紹是哪一家 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內湖的一家 有正妹老闆娘的關東煮 你這一家很多男生現在 對 眼睛都亮了 宵夜不是那麼重點 對 而且有正妹去吃 而且還有媽豆在旁邊吃 真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這家要介紹 它一開始是一個發財車改裝的 一個小攤販 一個攤販 然後日式風味非常的濃 然後賣各式各樣的日式關東煮 然後因為生意太好 每天都大排長龍 後來她現在開了店面 然後最重要的是 在前面幫你夾那些關東煮的 那個老闆娘 是一個很漂亮的正妹 然後呢 她是正妹啊 對 長得非常像 林志玲的正妹 對 然後她講話還跟林志玲一樣 是那種輕聲細語 會不會就是林志玲 會不會就是林志玲 還有粉紅 不是啦 但是她真的很漂亮 氣質很好 很溫柔 所以她會餵你剩鴨蘿蔔 對 鴨蘿蔔還是什麼 然後冬煮還是 還是什麼 就是 妳就在點菜的時候 妳就覺得 好舒服喔 看也舒服 對 重點是應該大哥來介紹 對 而且它裡面有一些很特別的食材 是我們平常比較吃不到的 對 對 今天呢 我們就請思玄帶我們去一下看看 有呢 像志玲姐姐的正妹老闆娘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思玄 說到這個最愛的宵夜呢 我覺得是首推內湖的這家 而且裡面還有一位漂亮的美女店長 一起去看看吧 這店內的雙簧 真的很有日本的感覺 快跟著陳思玄 一起進去看看吧 哈囉 老闆娘 好久不見 歡迎 這就是我說的粉店特色 我們這裡的美女老闆娘 哈囉 而且她的聲音跟志玲姐姐一樣 我今天掃蝦 你今天掃蝦跟跟我一樣 對 我跟你講我太久沒有來了 所以我非常想念你們家的關東煮 聽說有時候還會添加一些 新的菜色 對 趕快來點一下 快 我好想吃 這麼多連到滿目的關東煮 陳思玄最愛吃必推的是哪些呢 我點了很多 所以我們趕快去嘗嘗看 到底什麼味道 快點 走 上菜 上菜 好了 請慢用 耶 我點的菜全部到齊了 你看我一個人點這樣 是不是其實滿多的呢 其實一點也多 我覺得剛剛好 尤其是你要在冬天的時候 找很多朋友一起來享受這個熱呼呼的關東煮 一定非常棒 這個呢 是天婦羅關東煮 是這一個店的招牌 裡面有非常非常豐富 然後非常多的牛棒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口感有 就可以咬到那牛棒絲的感覺 這個剛剛的牛棒天婦羅呢 所以我要跟大家鄭重的介紹 這裡 我的最愛 蘋果煮 你會覺得好像很特別的這個東西 在關東煮裡面看到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很清爽 然後它蘋果煮的稍微爛爛的 然後但是蘋果的香味還在 而且它裡面還吸飽了它所有的那個 柴魚高湯的味道 所以味道非常的特別 我的最愛蘋果煮 好好吃 來這裡必點的一樣 鱔魚豆腐 你看它這平潭的樣子 你會覺得它應該是有點嚼勁 可是它吃起來是入口之化 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入口 所以我很喜歡必點 喬成思玄吃得津津有味 是不是該沖一趟內湖了呢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吃宵夜 宵夜對模特兒來說就是一個 是完全不能碰的 沒辦法 我忍不住 我剛剛吃了很多 所以我看今天結束之後回家 我明天應該要去健身房 多三個小時 為了消耗掉剛剛所吃的美食 我決定跑步回家囉 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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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煮 蘋果煮 你看 剛剛就說吃宵夜你要有選擇 你要選一些就是女生 就是怕胖可以吃的 你看 整顆耶 好漂亮喔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它這個番茄跟那個蘋果 都是整顆下去這個柴魚高湯 跟這些旁邊所有的Olan 所有的那些煮物 全部一起煮在一起的 對不對 所以它會吸到很多其他 比如說蘿蔔的味道 娃娃菜 或者是 對 或者是其他的會混合在裡面 非常非常特別的味道 蘋果 可以嗎 謝謝 謝謝小燕姐 你的蘋果還是跟一起 蘋果 謝謝 我都可以 謝謝 牛排 對 對 那個也是招牌鱈魚豆腐 關東煮很重要的就是湯頭了 我跟你講 它這裡有它 他們獨家調配的醬料 然後你們也可以沾它的醬料汁 這個辣椒 它那個湯好清爽 我很像 我很像妳 老闆娘 謝謝老闆娘 謝謝 謝謝 人家是正妹 趕快請送關東煮的老闆娘 你是正姐 正姐 對啊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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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蘋果煮是不是很好吃 對不對 是甜甜的 然後高湯不會太鮮 它有水泥的感覺 對 有一種 水泥的感覺 那個蘋果煮非常好吃 感覺吃這個就沒有罪惡感 對 而且很健康 什麼… 然後你們一定要喝它的柴魚高湯 它的柴魚高湯是非常新鮮 用蔬果去燉煮的 對 是很適合模特兒吃 對 它湯很輕 我覺得妳後來有點在催眠自己的感覺 對 因為我覺得女生吃這個 是不是 我也怕 吃那五大碗 我可以吃這個 沒有開太晚 它到12點 所以還算沒有那麼罪惡 如果兩點點吃 12點之前吃完就好 對 吃完然後跑步回家 那在哪裡 內湖是不是 內湖 對 在內湖 其實因為快可以回去也可以 其實還有一些很健康 比如說高山 娃娃菜 這個也都很好吃 對 它的娃娃菜也很便宜 很好吃 它娃娃菜很好吃 通常去都會失心瘋 因為每一樣都很想吃 每一樣都想吃 而且那裡好像有喝點清酒 小酒 喝點小酒 然後吃一點像那樣關東煮 然後身體暖暖的 然後臉有點熱熱的 回去躺下去 好幸福喔 好幸福的感覺 人生是不是要有一些小確幸 對不對 雖然第二天起來 站上棒蹭的時候 那個確幸就不見了 對 你不要買 我家棒蹭已經不見了 來自欣欣的韓式炸雞 好吃到讓人懷疑動手腳 我來介紹的就是來自欣欣的 你稱宋依最愛吃的韓式炸雞 這個是乾醬 這個是羊尿 然後青蔥跟原味 它皮脆脆的 對 我之前吃的韓式炸雞 這是乾的 這個韓式炸雞裡面不乾 接下來丫頭要為我們介紹什麼呢 好的 今天我要介紹的呢 就是來自欣欣的你稱宋依最愛吃的 韓式炸雞 好厲害 而且因為這家其實我以前 它剛開店的時候我就去了 那時候 但是現在韓劇播出以後 排隊要排一個小時半以上 對 所以大家去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先打電話 以前人家講韓式炸雞 我就覺得好像甜甜果果的 好內 對 後來看完了以後 對不起 真的嗎 小燕姐是一家 我買的是那種杯的 一杯的 拿一根這樣擦著吃 自己沒有牽送衣的感覺 但吃的東西在看影集是很 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 對不對 嗨 鴨頭帶我們的韓式炸雞 宵夜 你好 我是張子晴 鴨頭 說到宵夜 找我就對了 因為我可是宵夜美食達人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千壽依最愛吃的 韓式炸雞 我已經過了 想到那輪流口水了 希望今天可以在這邊 遇到我的歐巴 動一休息 GO 韓劇來自欣欣的你 讓韓式炸雞 瞬間爆紅 看看這店裡的人潮 真是一味籃球 放菜了 現在在我眼前這些 其實像最高紅的韓式炸雞 這一個就是薄皮 給大家看一下 看雞腿好 你看光是用炸的就覺得 他的皮是不是很薄 而且感覺很脆 我來試試給大家看 有沒有聽到 韓式卡雞 皮超級脆的 而且這家很特別是他們的大肩 都有赤油 所以吃起來一點都不會膩 如果你覺得很膩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這裡有準備這個 非常清爽的醃製的白蘿蔔 吃了以後就可以解油 你再吃下一隻雞 真的是非常的搭配耶 這個口味 是乾醬的 其實其實像這個是一樣都是薄皮的 但是這個有加上他們的 是一隻雞腿醬汁 所以非常的入味 你們看 看顏色就知道了 因為它很特別是它的獨門醬汁非常的入味 所以你吃起來都非常的 其實不會太鹹 因為像有些人不敢吃太鹹 這個口味剛剛好滿分 鴨頭要來囉 就是我最喜歡吃的羊羊的口味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口感呢 就是比較甜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超愛吃這個 因為超級好吃 我們來開動喔 哇 DOMIE JUSY 好幸福喔 實在太幸福了 好吃到 我都想到我的 DOMIE JUSY了 這家店推薦給大家 搞不好下次你來 也會遇到你的DOMIE JUSY 好有哏喔 好有哏喔 好開心喔 謝謝DOMIE JUSY 真的 那妳這樣等一下也可以餵它 然後它才會提上它 今天會這樣說呢 對 今天會這樣說呢 這家店好澎湃喔 看起來好好吃喔 哪四種口味 這個是乾醬 這個是羊肉 然後青蔥跟原味 然後它的皮有分兩種 一種是薄皮的 然後這種是炸的酥脆的 兩種皮 這個都 好多東西 這都是 對 健康專家告訴你 不能吃 對啊 這家特別厲害 是因為它有去油膩 就是它在過程 烹煮的過程中有去油 它應該有 真的 吃了一點都不油 真的嗎 小燕姐可以試試看 你想要吃哪一種口味 開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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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開胃 開胃 來 妳要拿一個 拿一個 我來幫妳 這是誰 我想要吃丫頭推薦的 不是 這什麼事 那羊肉的 因為我之前吃一個韓式炸雞 裡面是乾的 很柴 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吃其他的炸雞 裡面就是乾的 這個韓式炸雞裡面不乾 它一定 它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有這個 好好吃喔 它皮脆脆的耶 好脆 它連養釀這個外面 其實已經很包裹一些醬汁 皮也是脆的 脆脆的耶 就像妳講的去油去… 它平常有做好這個保濕的工作 有些雞腿咬下去會噴油 披下去然後油就會亂噴 妳有沒有覺得這個啊 這個洋洋的有點像它 辣草年糕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這家的辣草年糕也超好吃的 各位喔 我們在上節目 妳們吃的時候 好好吃耶 對不對 好想喝啤酒喔 真的 如果你怕胖的話 就早一點去吃對不對 對 晚飯的時候也可以吃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宵夜 就是說妳晚上 如果沒吃到晚飯就可以去吃 來 接下來介紹 陳德烈要幫我們介紹了 厲害了 我介紹這家呢 這個是居酒屋料理 新來美食家陳德烈大力推薦 這間居酒屋到底有多好吃呢 手工漢堡牌太美味 日式原味現場重現啦 浩江手工漢堡牌 比50元還厚喔 這個不只50元了啦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她的口感跟妳在日本一模一樣 日本都會講日文的 真的 來 接下來介紹 陳德烈要幫我們介紹了 厲害了 我介紹的這家 這個是居酒屋料理 除了有串燒之外 還有炒菜的 對 還有炒的 炒菜很重要就是這個手工了 換句話說就是師傅的手藝 這家店是師傅很厲害 她之前在日本學了很久 所以她的手藝是很紮實 就是有日本的精神就是仔細 做工很細緻 你曉得 去酒屋就想讓我想到 對不對 就是在那裡 一天辛苦了以後到那裡去 得到了慰藉 而且她的那個環境是非常開心 所以非常非常熱鬧 熱鬧 對 會讓你感覺是一整天的壓力 可以在那邊釋放開來 因為就是大家變得沒有距離 因為上面都會有壓力 可是在那邊就變得很開心 也是一樣可以喝點啤酒 然後吃點東西 吃的東西是覺得很舒服 除了有烤的串的之外 你看我跟丫頭一下 我們在看她講電視有沒有 電視 就是在那裡 幫我畫給沖有沒有 我還在那邊吃 好開心 那我大推的是她那個 手工漢堡 非常好吃 因為漢堡我吃得很多了 我告訴你 漢堡牌一定要在日本學過 那就不一樣 因為她的鮮嫩多汁 垂嫌欲滌 這八個字講完了 真的 真的 就是你講下去怎麼可以那麼多汁 我吃下去我覺得好好吃 而且它厲害的是 一般正常吃東西 熱的一定好吃 可是冷的好吃就是技術 對 我覺得這家真的不錯 所以推薦給大家 宵夜的時候可以吃 來 我們來看看 陳德烈推薦的居酒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德烈 今天我要介紹給各位 我的宵夜場就是 沒有錯 東區的串燒跟居酒屋 可以說是一級戰區 趕在這邊開 絕對是不得了的 它的環境非常非常的熱鬧 東西非常的好吃跟實在 準備好了嗎 跟我進去看看吧 GO 居酒屋一級戰區 有哪些美食 一起來看看吧 你看桌面上擺的 這個串燒 每一個都是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適合配飲料的 我個人必推 私房料理 它好厚喔 這是50元的硬幣 這個是它的厚度 它比50元硬幣還要很 我的老天爺 這樣說對嗎 這樣說對嗎 它要浸到我的嘴巴裡面了 不是50元 是這個漢堡嗎 好香喔 它非常非常汁性多吃 那個淡淡的香甜味 滿滿的你嘴巴被炸開來 來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不是 我告訴你 還有兩道菜都是店家的 招牌私房料理 主廚達叔每日精心製作的 創意私房料理 可是在別家店吃不到的喔 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達哥本身來講 也是我的好朋友來的 他的強項就是日本料理之外 還有就是這個 當地的食材 融入這個日本的手藝 創造作給各位 那我就先吃這個囉 這個好不好 你這荊棘先擠一下 荊棘要先擠一下 這點很重要 你可以單組吃一堆飯開始吃 都可以 我看到了 是不是 軟絲就是這個 類似像套粥一樣的東西 對 可是重點呢 它除了這個吃生魚片之外呢 它有先稍微 火烤了一下 炙燒 對 烤了一下這個效果之後呢 我相信會更不一樣 對 等於它的香氣都會出來 都會跑出來 本身的香味 那我就先吃了 是 厲害了 你在把你拉雞耶 真的啊 它那滑滑的感覺 在你嘴巴裡面 濃到化不開 對 因為本身我們只用一些陳醋 然後用荊棘去擠一味 然後現在軟絲又夠綿又夠甜 所以它非常好吃 再來旁邊這個 你說是雲南風味的這個味道 對 所以我們是用中華料理的一個概念 然後因為它是雲南的一個醬菜 去炒了一個豬肉 然後我們融入日式的味醂 跟醬油跟清酒 去做個調和 所以是個屬於 中華風的創意菜 所以這個就是雲南的醬菜了嘛 對不對 對 都有 它會有點酸 然後有點嗆味 可是又帶甜味 又帶甜味 跟豬肉很合 那我要搭配豬肉一起吃囉 沒有錯 一定要 好搭喔 搭配起來非常的合耶 大家一般來去酒屋乾杯是乾酒精飲料 這邊不是還有特別的 乾生蠔 乾生蠔 我的媽啊 好大喔 我們是用日本的北海道的厚岸生蚵 厚岸生蚵 它特別在哪裡 因為本身它奶味重 甜味又重 對 又鮮 對 然後我們加一點日式的橙醋醬 然後辣蘿蔔 提味 一點芥末 然後加一點蔬菜的東西 讓更爽口 有些人會覺得生蠔啊 生的那個味道有點鐵秀味 但是除了鐵秀味之外 還有其他的生蠔是用那種奶味 沒有錯 因為其實 鮮蠔叫做大海中的牛奶 大海中的牛奶 沒有錯 補身體啊各位 非常非常棒 在熱型的大蒜居酒屋 今天達哥 我們兩個人好不好 沒有錯 OK的 就用生蠔跟你乾杯 好 瞧你和達叔吃得那麼開心 看來這裡啊 真的很適合朋友聚會喔 在哪裡啊 在 在這個居酒屋的一級站區 在東區 可以先吃清爽的 先吃檸檬對不對 製烤 製烤卵絲 那個卵絲看起來很厲害 你說跟你喇雞的卵絲 喇雞的卵絲 是會有喇雞的感覺來 有鼓溜 鼓溜的感覺 鼓溜的感覺 來 多少 來 我有 可能多吃一點會喇得比較徹底 對 它是不是在跟你喇 真的 它不願意放開 好鼓溜喔 而且是小小的舌頭 好久沒有喇雞的味道 而且一般 這個卵絲如果吃到嘴巴後面 它會就黏住 真的化不開了 可是因為它有一些製燒鍋 它那個焦香味會跑出來 它製燒鍋的地方 很像咬魷魚絲 對 有一點那個香氣 對不對 所以它有點層次 一開始有那個香 有一點香 然後再來是那個卵絲的口感 再來是完全全味 但是老闆又幫我們想到茶 很厲害 老闆好貼心 好貼心 我知道 因為要漱口一下 它嚐一下還到味道 而且老闆長得很帥 老闆 老闆真的很有風 就是很有那個 個性的感覺 有點像駝中餐的那種感覺 再好幫各位分一下 分一下 這就是那個傳說中的漢堡牌嗎 漢堡牌 爆漿手工漢堡牌 小燕姐請 各位 如果你看我節目 覺得我一天一天胖起來 它那個厚度比50元 這很怪誰呢 比50元還厚喔 這個不只50元了啦 你們怎麼了 沒有…零點醬… 好濕好濕潤的漢堡牌 其實是我在日本吃的那種 漢堡牌 每次都跟她解釋說 不是美式的漢堡 不是美式的漢堡 你知道是日式的漢堡 你懂嗎 妳有淋到那個醬嗎 你沒有吃過 你不懂 這漢堡牌好玩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跟那個主廚很熟 我就說我在日本有吃漢堡牌 我真的很想吃 可是居酒屋裡面其實很少做 因為是要工夫 那不是靠摔打 那要一點巧勁 不是每天都吃得到了嗎 是 它後來是 現在是店內的這個招牌菜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什麼話 它的口感跟妳在日本一模一樣 真的也請我們去吃 真的也請我們去吃 等一下約一約 我們一起休休來去 因為他們店內的味道 這就是很熱鬧很熱鬧 他們都會講日文的 真的 謝謝 這好吃太厲害了 再來這個是口味比較重一點的 不是 而且誰負責介紹什麼 誰負責去請 然後你發現我都沒有介紹 因為我都是去人家吃 太棒 它是很單純 它是這個豬肉片 豚肉 然後搭配上這個雲南的酸筍 它是等於酸筍 是飲釀的那種 應該是 因為他說這個 其中有一位師傅是新來的 是雲南人 誰想說跟這個店內做一點結合 但是我要把我的喝點茶 我的漢堡魚 你還在這裡 不想把它沖淡掉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酸筍的味道 像醬菜 它最怕太嗆 到底是日式居酒屋還是 它是日式居酒屋 但是結合在創意料理 主要是創意料理 因為搭配了每天的生鮮食材不同 然後還有就是每天這個 串燒的種類不同 所以我做一些搭配 這好下飯喔 是不是 對不對 這碗白飯 更配啤酒 好香喔 這道菜我想吃白飯 想吃白飯對不對 真的 吃到白飯 各位 吃宵夜 吃宵夜 的確會使人發胖 這件事情 我們在介紹當中 還是時時要提醒各位 好 接下來大哥 你還要進去買 金… 對 我愛完你的任務 大根跟我們介紹了 其實來台北的人 住台北的人 或者是來台灣 公公的人都會去的 還有很多人看完什麼演唱會 晚上或者是有去唱完歌的時候 唱完歌 或者是我本身是會懷念 大根記憶中的外婆的味道 到底會有多好吃呢 手工甜點太搶手 丫頭想獨吞卻引發中囉 這間它叫來自法國的手工甜點 真的 甜點 我先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們先從口味比較清淡的 開始吃 好 他全部拿走了 丫頭 我本身是因為懷念 如果大一的時候 我有鍋 這沒有很感傷 大家不用太緊張 就是我外婆小時候 常常就做青州小菜這種 那個西飯給我吃 然後長大之後我搬出去住之後 我就很少回家吃 然後有時候 特別是半夜你會想吃粥 所以這家店是你外婆開的 這家店是我外婆的朋友 不是吧 這家店是我 一樣是同學介紹的 她說妳就去 因為有一次我們唱完歌 想要去吃東西 她就說我們就去吃這家青州小菜 而且可以價錢很少就是很好 她其實很便宜 她平價 然後你去吃的時候 又會有外婆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 不想吃那麼重口味的時候 可以試試看青州小菜 來 我們看看大根介紹的 天生表 大家好 我是大根 今天宵夜要告訴大家 哪個地方的宵夜美食最好吃 當然大家不要害怕吃宵夜 因為宵夜是我們年輕人的專長 看我的身材就知道 不要害怕變胖 我還是維持得非常的苗角喔 然後我身後這一家 非常好吃的青州小菜 本身就是我宵夜時間 最愛去吃的一家美食餐廳啊 而且今天製作單位跟我說 你不要害怕 盡量的拿 我們出錢讓你吃到飽 所以今天 不要把製作單位吃垮了 走 既然是吃到飽 我就不客氣了 我這邊是素食區 我先點一些我平常來這裡 窮學生會吃的小東西 你好 阿倫娘 就為一個這個 爛的豆腐乳 豆腐乳 大根今天真是便宜你啦 雖然說是吃到飽 還是手下留錢別點太多 通常這一區 我都會走過去不太敢點 因為這邊 通常一條魚有沒有 雪魚那種魚 以前在講價位 我會比較難去拿過來 不過今天製作單位 既然說要請客我就 雪魚就先來一份好不好 雪魚OK的 後面走 大根你真的沒在客氣的耶 將你四處拿菜點的又點 當心吃太撐 那個幫我拿去 我桌上放一下 來 我跟你講 謝謝 等一下要結帳的時候 看你這副大爺模樣 還是趕緊介紹美食吧 大根 這裡的肉鬆很厲害 它用豬的後腿 後腿肉做的 豬後腿肉是最有利的 所以它肉鬆做起來 是完全不會卡門牙的 而且再來它的麵筋 全台灣的麵筋 都是從民雄來的 所以這一家也不例外 可是這裡的麵筋 它有特別叫他們 特質的乳醬汁 所以吃起來口感不會太鹹 很棒 還有豆腐 因為以前小時候 阿嬤都會自己醃 吃起來就會有阿嬤的味道 像這些肉鬆有沒有 還有土豆麵筋跟筍絲 都是我小時候 我阿嬤常常要做給我吃的 晴蕭小菜 懷念它的味道 我現在一個人坐在外面 想念它的時候就會來 這裡點這些菜 看得出 思念阿嬤的心情 看你吃得那麼開心 快嚐嚐最期待的鱈魚吧 接下來要來吃一下 我期待也久的鱈魚 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個鱈魚 我們吃一下它什麼味道 OK OK 好 謝謝 謝謝 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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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根 開個小玩笑 千萬別見怪喔 我們只是 是說當然把拿來放一下 又放回去 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肉鬆 很厲害的感覺 這個肉鬆 肉鬆一定要配飯 它雖然有些菜 都要加到稀飯裡面吃 看起來會不好看 可是吃起來其實 拌一拌對不對 對 拌一拌吃起來是很好吃的 肉鬆拌稀飯 你知道我媽媽是 對 我問小時候都會這樣吃 而且它也不胖 不太有運動 很好吃 來… 鬆鬆了感覺 吃吃看它的肉鬆 不油 很香耶 很香耶 順便來一點稀飯好了 OK 妳們要加一點稀飯 我選的都是肉 謝謝 很酥 非常的酥脆 對不對 你拿的東西都是很便宜的 對 因為學生拿的菜 就是會有一種學生樣 學生的樣子 豆腐乳 豆腐乳一定要 而且一定要辣的 要辣豆腐乳 比較入味 豆腐乳不能那麼大 這個進去你會 會不得了喔 會直衝腦門 這麼大塊喔 你怎麼真的都不要看豆腐乳 有看起來像 其實晚上去你會常常看到 真的會有學生在那邊 就是旁邊的桌子 都會是學生在那邊 就是一群人 一群人 因為它的稀飯是吃到飽的 你就20元 它就可以一直吃… 其實這一間現在也變成 有點像是一個觀光地 對 它的湯粥它是有味道的 一般很多是那個白米粥 它是會讓你吃飽 而且是有吃出去了 你的精進化 但是沾點豆腐乳 其實真的是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豆腐乳微微辣辣的 微微辣辣的 它粥裡面還有有地瓜 所以有時候你去吃 這真的是你熊人三點月底 經濟狀況不太好的時候 我都會去 然後比方說點一盤肉鬆 然後就直接點稀飯 所以我看你在那個 小禮熙青州小菜就是你 對 通常會去吃 我看沒錢的時候 對…就怎麼辦 然後就是稀飯就是20塊吃到飽 裡面有地瓜 我光吃地瓜 都可以快吃飽 等一下露什麼 其實對熊學生來講 這是一個又暖暖的 又有青州小菜 又有家裡的味道 妳是一個小確幸 對熊學生來講 消夜的時候吃甜點會不會是很 醉惡感更加深呢 那就是大牙座的事情 我今天要介紹這間甜點呢 其實也是幫電視機前面的 男性朋友們 某一個福利 因為女生有時候晚上 不知為何就會開始心情不好 白臭臉啊 講難聽的話 可能是因為阿樂來了 一直點頭 可能是因為阿樂來了 也有可能是 他剛剛跟你有一些爭執 這時候你要怎麼安撫他呢 沒錯 沒錯 而且我們剛剛吃了這麼多 就是屬於正餐類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間呢 他叫來自法國的手工甜點 深夜的法國手工甜點 深夜甜點 我告訴你 他沒有店面 他要上網 上網地 對 他很神秘 妳有聽過要麵椒的甜點嗎 麵椒的甜點 要神秘 他沒有一群人站在那裡 怪怪的 對 要去拿甜點 麵椒 很奇怪 我今天只有兩個時間可以拿 一個時間是6點鐘 一個時間是大概11點15左右 這麼晚 而且它兩個時段只開放30分鐘 拿完它就關門打烊 掰 這樣好厲害 這樣另外一個角度 就代表說它很堅持它的品質 對 我們來看看這個神秘的法式甜點 這個普通的巷子裡 隱藏著一間人氣甜點店 看這人潮就知道有多紅了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牙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的 11點21分 為什麼這邊在排隊呢 因為大家都想要吃好吃的甜點 這是一間需要麵椒的甜點 然後它有很多限制 就是你只能在它的臉書上面跟它訂購 而且訂購的時間也是有限的 它一天只有兩個時段 一個時段是大概晚上6點鐘的時候 是麵椒的時間 然後到大概7點就沒有了 然後另外一個麵椒的時間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11點15分開始麵椒 大概到45分就結束了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這邊排隊 所以就等著要上去麵椒 有聽過要麵椒的甜點嗎 就在這裡 0號碼排麵椒 又有那麼多人排隊 這麼吸引人的神秘店家 快讓我們等不及囉 趕快上去看看吧 各位朋友 其實你們平常 如果要來 碰碰運氣的話 也可以看看你今天幸不幸運 如果你幸運有時候來 就是今天做的派比較多 可能來這邊不用上網訂購 也是買得到的嘛 對不對 然後像這些都是今天有的口味 可是如果你像我剛剛那樣 抽到27號 如果你沒有先事先order 你要哪些口味的話 可能生巧克力就沒有了 你知道就在那裡 你們家的巧克力派 是用濃度多高的巧克力去做嗎 我用三種不同%去調的 對 它裡面有比較高%的 會比較有帶回 有一點酸 然後低%都會比較滑順 所以帶起來的話 就會吃起來不同的主感 然後我個人的習慣 就是大家可能平常晚上 像看綜藝節目啊 或者是 自己在看一些電影的時候呢 可能就是吃一些滷味啊 爆米花啊 我跟你講 我本人就是喜歡 就是你知道 泡一杯黑咖啡 然後就看著我的電影 然後吃這個 超厚生巧克力塔 就有一種 喔 舒服 舒服 感覺就置身在天堂 是一種 VIP的享受 這個呢 它叫香橙橘飯塔 看到它的側面啊 是真的可以吃得到 它的那個橘子的一半一半 都可以在裡面吃得到喔 然後它是比較屬於那種 有一種小 小女孩的感覺 它是酸 有一點酸酸的 然後它不會太甜 所以吃這個呢 你要配奶茶也OK 然後要配一些比較甜的飲料 也是不會覺得說 有一點太膩的對不對 對 接下來這叫綜合野莓塔 綜合野莓塔 裡面我用了部分莓 黑樹粒 小紅莓 對 另外還有所謂的野草莓 野草莓也有 野草莓比較少見 對 我用了大概七種不同的莓果在裡面 然後我放非常大量的果粒 所以你們可以吃到一顆一顆的 真的果粒在裡面 對 所以它就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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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嘴巴裡面就爆炸這樣 對 沒錯 而且你吃到不同莓果都不同的感覺 另外一個呢 是那個 白色乳酪草莓塔 在家裡 你有沒有看到嘛 超厚的耶 我們現在看到 白色部分都是白乳酪 所以就是很多人會怕鮮奶油會太甜 所以比較清爽的感覺 OK 對 吃起來就是可以 鮮奶油草莓更神奇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是我們台灣的草莓嗎 對 台灣一號大湖草莓 一號大湖草莓 然後配這個是 黑醋莉 黑醋莉它比較酸 它的酸可以跟那個 馬斯卡蜂醬汁混在一起 對 然後再加上草莓的香氣 就變得很 少女們啊 或者是男士們 現在看到這邊 應該有一種 肚子咕嚕咕嚕叫 很想殺了我的感覺吧 我跟你講 他們家的甜點真的很好吃 但是我口說無憑 就現在立刻帶回去棚裡 給大家品嘗一下 它到底有多厲害 走 你看 這個超想吃 我跟你講 這是不是像一個媽媽做出來的餅乾 這種法式的甜點 但不是 它是一個比大鴨還小一歲的男生 對 還有酒窩 而且它是 甜點 我先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們先從口味比較清淡的 開始吃 可以 我們可以有兩個人吃這個野莓塔 然後另外的可以吃這個香橙橘拌塔 奶油 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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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部拿走了 鴨頭 各位觀眾 鴨頭 深夜的時候 何必要想那麼多煩惱的事情 來一口奶油 人生的小確信是非常的缺點 祝妳晚安喔 小燕食堂明天天 謝謝 今天的小燕食堂 又要為妳介紹什麼呢 很多人說 如果妳要身材好 就不能吃宵夜 但妳知道 我是很愛吃宵夜的人 在年輕的時候 有孩子的時候 當她睡著了 那一頓宵夜 是我一天最好吃的一頓 有的時候 跟先生忙碌的一天 晚上回來做個宵夜 跟她一邊吃一邊聊 一天的日子 就過得很好 所以 雖然現在告訴自己身材不能再吃宵夜 但是我有時候 不是有的時候 是每天 還是 稍稍從愛自己一下 吃完宵夜 肚子天冷飽飽的睡覺 我想很多人 為什麼會去吃宵夜 是因為有一頓好的宵夜 一天的辛勞 也得意 得到了扶評 今天我們五位特別來賓 就為我們介紹 她覺得那裡的宵夜好吃 思璇介紹我們 哇 她介紹的時候 我口水都出來了 那個蘋果放在裡面 那個番茄 感覺上好像不會那麼胖 好像又很好吃 其實宵夜是吃味道 不像丫頭 就是要有獨民菌 全送衣的味道 韓式炸雞 這幾天我也有試過 陳德烈為我們介紹這個宵夜 其實是有一種味道 就是工作了一天 我們到那個居酒屋 吃吃喝喝聊聊 多開心啊 但是大根介紹我們的宵夜 真的有阿嬤的味道 很多在外的學生 其實去吃個金粥巧菜 不花多少錢 但是有家裡的味道 阿嬤煮的稀飯 加上薑瓜 肉鬆 豆腐乳 簡單的東西 美味無窮 最後要介紹一個罪惡的宵夜 那個甜點 就在我們公司附近 很有意思吧 這位年輕人 他很有創意 我就告訴你 在網上 你只能有幾個人 得到我的美味甜點 你越得不到 越想吃 年輕人創業 就是要有點巧思 但是我告訴你 他的那個奶油 太好吃 這位觀眾 今天晚上看完自己 你會想吃宵夜嗎 不要怪我 每天晚上 我都在吃宵夜 我都在吃宵夜 大家吃到你